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卫造专业交流计划 恐怕变成是共谍圣台漏洞 这是昨天台北地检署指挥的刑事局搜索当中 约谈的是新北市水资源的经济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叫做红庆林 以及包括了有三家的旅行社 习义 上通跟大蒙 这三家旅行社的负责人通通被约谈到案 他们都认罪了 检察官在询问之后 依照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罪嫌 预令将他们25万元交保 那红庆林这位前记者被限制出境 他还挂名多家人头协会理事长 包括他妻子跟女儿通通限制住居 在他的住宿当中还搜索了 搜索出有上百个人头协会 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四个人交保的背后这真的是在查案吗 同时呢还查出百两之子 他的旅行社也涉入其中 叫做华夏大地旅行社 因为张伟正式担任里头的负责人 五千米的中国公务人员 到底怎么非法进入台湾 为什么连统战官员也名列其中 那现在移民署说两年前已经是知道了 两年前之后 那么两年之后的今天再办 到底为什么这中间的过程的人 有人刻意替他们护航跟撑腰吗 是不是真的这里头有纵放之嫌 来一一为您解析 这情势最新发展 当然在一二二一 我们要为您分析 昨天韩国瑜讲话了 他反对动员到外线市人来进行高雄的罢韩行动 那同样在一二二一会呈现一个什么样情形 苏朗不苏丁 为什么挺韩的大游行偏偏挑选到当天 一二二一 现在的情势最新发展 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状况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今天再倒数三十天 但是不管是自由时报的民调 蔡英文的民调过半 五十三点一二 韩国瑜十五点四七 这里头呢 等于说听韩国瑜的话 回答的时候回忆叫做唯一支持蔡英文的 依照自由时报把它挑出来是百分之一点一二 换句话说一百个人当中不到两个人听韩国瑜的话 那比较特别值得注意国民党的政党票 十五点二一 民进党来到三十五点零七 好像还差一点沦为小三 情势最新发展 连副总统候选张善政都唱虽国民党吗 他说立委习次真的难过半 来邀请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国会观察基础老师 杨丽敏老师 大家王安 以及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小军好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廷飞 小军好大家好 南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张允少老师 小军好大家好大家好 晚安 国民党的青年团总团长田方伦 你好各个伙伴们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正式在永和跟中和参选的蔡慕林 南慕林晚安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政治评论家汪洁明 大家好 来首先来看前中国时报的记者被检方查获 成立上百家人头协会 为造短期的专业交流证明 卖给旅行业者暗渡中国公务人员非法入台 今年八月白狼的儿子张伟被检调发现 成立华夏大地旅行社的资金 涉及燕资不法 还有办理地下汇兑 金额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早质疑钱就是从中国而来被检方起诉 这回华夏大地旅行社也被爆出 涉入暗渡中国高官来台案 实际找上旅行社没有人应门 根据了解光是华夏大地等28家旅行社 就一架交流的方式暗渡5000多名中国人士来台 陆客团至少三组为一交流计划跑行程 而是与痛促党接触 被爆料的华夏大地旅行社呢 就位在中和区的这一栋社区大楼的二楼 不过呢其实外观这里是没有任何的招牌 看起来是相当低调 而这个地点其实就位在白狼的住家对面而已 附近民众也说常常看到他儿子 直接过来处理公务 哇又是一个五千名的中国的公务人员 又是一个前报社记者 到底台湾有多少红庆灵们 而引渡中国公务人员来台只有五千人吗 来 余少老师怎么看 两岸关系从1987年呢 开启了民间社会交流之后呢 即便发生96年导弹危机 或是政党轮替啊 都没有终止啊这样的一个交流 唯一的例外呢是SARS 好 在交流的频繁过程之中呢 当然会出现国安漏洞 或是政治经济社会的风险 所以说呢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 针对交流的形式跟交流的内容呢 予以规范而且定定法则 但是呢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在2008年呢 还没有开放两岸观光之前呢 就已经存在了这样的客观事实 什么客观事实呢 挂羊头卖狗肉 钻两岸交流的漏洞 我们那时候在落位服务的时候 还有呢我在呢 国安智库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邀请啊 中国学者来 什么叫守法呢 我们把所有的流程 还有安排的行程 都交给调查局跟国安局 让他们能够充分掌握到呢 这些交流的人士呢 确定真有其人 这些交流的内容呢 基本上呢是符合法律规范的 但是当时陆委会就知道了 有许许多多的民间协会团体 以所谓的假交流 真光光或是真统战 来进行呢 盈利或是进行呢 统战的工作 最有名的个案呢 这是旧文啊 2005年的时候 这个叫做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朱向东 邀请的单位没有告诉大家 你邀请的是啊 正部级的官员来台湾 然后呢以所谓的学术交流名义呢 掩护他的身份 结果呢 为什么会东窗事发呢 因为这位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 去阳明山泡温泉的时候 暴毙了 这件事情呢才被揭露出来 揭露之后呢 这个协会两年之内 不得再从事呢相关的活动 同时呢给他50万的罚则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太轻了 到时候呢 这是陈水扁总统时期的个案 那现阶段呢我们都知道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这有两个现象啊 第一个是呢 中国不是在紧缩对台的 所谓的团客跟自由行吗 但是台湾的观光资源呢 这个地灵人节 还是有很多人想来啊 所以说呢他用这样方式呢 给予特定的社会团体组织 特别是亲中的 类似像这样的特许 我们先说啊 假交流 真观光 还有假交流 假观光 真渗透 应该只有这两种可能嘛 都是以交流为名嘛 那现在警说呢 不能来怎么办呢 其实不能来的又不是台湾不让你来 是中国不让团客来 不让自由行来 那有人就是想要来台湾玩嘛 那怎么办呢 我就挂羊头卖狗肉呢 给这些团体啊 按盘 我把资金啊 跟啊 钱啊 给你 当作呢 是地下的资金的流通 等于变相赞助你在台湾发展啊 所谓的统战的组织 或者进行渗透的行为 这是第一种 他真的赚到了两岸的红利 那这种呢你就算了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他只是把台面上的金流 转为台面上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啊 你掩护了5000多个中国的公务人员 包含所谓的统战官员 甚至里面呢 搞不好有国安的啊 官员来台湾干嘛呢 上次在节目中我讲过 统战不外有三大功能跟作用 一做宣传 第二个呢 收集情资 第三个呢 部件发展组织 这5000多里面我们都知道啊 层级都不高 因为如果层级很高啊 因为有过去朱向东的个案 国安单位啊 基本上会被人小心说 你这个是不是正部级的官员 结果在这5000人里面 我们了解的 都是地方局级跟厅级的干部 那这样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呢 他眼人耳目嘛 而且呢 他的层级并不高 他外表挂的呢 也是呢两岸的文化交流啊 宗教交流啊 宗庙交流啊 我们讲这个大家很熟悉吧 之前有做出的报告研究说 中国渗透台湾的地方组织 宗庙啦 或是社会民间团体组织啊 是重要的一环 这些人呢 以官员的身份干嘛呢 他必须要让他统战的对象知道说啊 你有口水啦 不是啊 钱各个你唬烂的 我就是呢 台办或是呢 统战部的官员 但我层级很低 但是呢 名片上面他绝对不会印啊 统战部 不会印啊 是台办 或是呢 审台办 他一大堆的民间交流团体组织 来干嘛呢 他就说我要考察 他说我要做交流 其实呢是做渗透行为 现在虽然有国安无法 但是很难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采报备制 邀人来之后呢 你连审啊 就让你过了 但是你人跑到哪里去 除非啊 调查局啊 跟国安局的人员啊 24小时盯哨 那我们不能中断两岸交流嘛 但是呢 民主国家就有这样的问题是啊 威权体制就利用民主国家 开放多元的社会的内容 他进来 然后呢就要看 调查局就会抽样 哎 请问你们现在人在哪里 他怎么知道你人在哪里 他也会挂一些针的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团 叫商务团 来考察台湾的内科跟足科 结果内科跟足科啊 真的有趣 拍个照片啊 立刻上传 给国安单位 其他的行程啊 通通都是假的 只有10%啊 是商务考察 90%呢 做什么 没人知道 这也是国安单位人啊 跟我反映的 我们的人力有限 我们只能靠啊 这个邀请单位的自律 跟我们的抽查 比如说呢 我随时问你说 对不起啊 我现在是啊三奴站的 现在你这一团啊 人在哪里 我现在到你现场去看 可是啊 到现在去看 我还要通知你耶 或者是呢 按照你报座来行程 某年某月的下午 你人应该在哪里 我跑去现场 如果没有 开罚 这都是比较被动 那最近的这一些啊 渗透啦 统战的新闻 时有所闻 这也不是因为选举到 只是选举到了 要干扰选举的因素 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些故事呢 就已经啊 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日常 面对这种渗透 无孔不入 而且化整为零 用各种身份做掩护 然后呢 还有内应者 跟第五重队啊 扮演啊 接应的角色而且呢 可以赚到钱 所以啊 台湾目前所处在的 国安的危机呢 其实呢 我们应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来我想请教廷飞 中国公务人员 多达有五千人来到台湾 中国的公务人员 如果他们要出国 来到台湾 必须要提出申请 甚至必要时 有所谓的公务护照 那必须也要有当地国家 来提出邀请函 所以这些邀请函 很显然 都是卫造的吗 来从这个案件当中怎么看 这整个是一个单纯的国安漏洞吗 移民署说他们两年前就知道 如果两年前都知道都不办吗 现在的最新发展四个人 交保二十五万元 有限制出境 比如说是前中国时报记者洪庆林 还有他的妻子跟女儿的部分 还有人 所谓的限制住居 这真的是在办案吗 来你怎么看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士来台申请的三个部分 也是他的流程 一个是团客自由行 然后一个专业人士 一个是党政人士跟官员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如果你今天正式公务体系要过来的 你大概会从这正常的管道 以正常的程序来申请 可是因为在台湾跟中国冷冻起之后 大概中国都不会用这个非常直接的方式来到台湾 因为他就是要去探访 甚至要去做一些所谓under table的动作 去探访我们的选情 探访我们现在台湾的局势 然后甚至去做一些所谓的 是不是助选等等 有一些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的一个状况 那他今天没有办法用这个正式的一个管道 因为他只要用这个党政的方式过来的话 我们会严格审查 非常严格 几乎所有他的背景 我们都会一一查验 所以在整个的资料当中 几乎他们最后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就走专业人士 那专业人士很清楚 专业人士你一定要是有 我们这边有相关的专业 包括文化 宗教 还有经济 商务的一个考察跟交流 你才能申请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就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你可能只能用团客跟自由行 可是团客跟自由行的部分 你不能去违反你的行程 你只能观光 你不能去做一些交流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他们也不可行 所以他们唯一的就从专业人士 所以这一次比如说他们查出说 比如说统促党 统促党他张伟 张伟底下的华夏大地 今年六月份 他们申请实名的中国人士里头 安排的专业的行程 就包括什么台南市两岸交流协会 中华什么海峡两岸 华夏文化经济交流协会 所以甲介专业协会之名 包括这一次这一个记者被搜索当中 也上百个人头协会 所以这协会成立是非常容易过关的 当然你只要是三十个筹备委员 其实你要成立一个协会很简单 不会困难 三十个 对三十个筹备委员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协会满天飞 而且协会有在经营的 其实很多基本上都申请之后 办了一次两次的活动 就没有再继续了 那其实这一次会让 为什么刚刚小军所说的 为什么两年多 我们知道了五千多个 两年前移民署就知道了 对 五千多个为什么不办 这个因为一定要养线 因为你必须要非常清楚 把每一个区块 今天如果没有养这些 你没有办法把红庆 那养了半天之后 立刻交保是要让它串供吗 没有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所有它限制住居之后 而且它的协会 现在所发现的 它来只是违反到 两岸人民关系的 它没有 还没有到违反 国安无法的一个层面 现在就是我们法的 层层的部分 法官他会依照 他所犯的罪行 去做所谓的交保与限制住居 然后或是说要收押禁件的 一些评断跟动作 然后他现在发现说 他目前还没有到 所谓的违反 国安无法的一个层级 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是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收网 为什么针对洪庆林 因为洪庆林的身份 他是前中国时报的记者 是 洪媒 第二个是 他是前台北县 议会党团的主任 对 办公室主任 因为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跟洪媒的关系 现在刚好在选举 而且发现他是最大宗的 甚至在这个今年六月 因为你要找到资料 你要有所谓账户 确实他是用人头买卖 你今天挂线之后 你如果没有查到说 他有资金的往来 你还不能收他 他会说我确实有交流 人确实来 而且确实有走 我又没有留在这里 然后今天这个案子是因为说 在今年六月四号 他申请的时候通过之后 在同年26号 在同月的26号 通过之后马上 汇了十个人两万多块 给了这个洪庆林 也就是这个张伟的公司 这个旅行社 汇了这个两万给这个张伟 给了这个洪庆林 然后洪庆林发现说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个人头就是两千块 是因为这个样子才可以收网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线索的话 你也不能随便收网 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 今天张伟为什么会被抓出来 因为他的背景 很清楚就是跟同处党 甚至是 对 而且华夏大帝 我们知道张伟从过去 非常的丰功伟业的案机 就是说之前在2017年 他在桃园机场 他跟黄之锋还有三个香港的立法议员 发生冲突 所以他那个是超级中国派的 统促党的代表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是2019年10月18号 当时候中国新歌声在台大 在举办 当时候也是发生冲突 殴打民众 那时候都有违反这个秩序 还有很多台大的学生受伤 对 很多的台大学生受伤 所以我们很清楚 他们对于在整个统促党 在台湾的扰乱秩序 还有对中国不断的在做 这样子的应贺的动作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找到了这个 所谓资金来源 然后又发现了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所有的这些资料 交流的资料 全部掉出来 除了格式一样 版本一样 重点连字体大小都一样 连字体大小都一样 所以表示是超来超去的 所以是因为有这些资料 因为洪庆林 他可能我觉得是急了 那这种状况多久 这种状况维持两年吗 没有 其实 所以是有人替他护航吗 有人称为他的靠山吗 他所提出的所有的格式 这些交流的格式 还有在兜售的这些格式 交流格式一模一样 大家才会觉得 这个很奇怪 而且把这些资料收集之后 才发现你洪庆林就是一个 主要把这个协会 当成人头协会 在兜售这个交流计划的 是 来 所以瑞德大哥 从搜索当中 到底北检掌握了哪些证据 现在目前因为四个人交保 办真的吗 事实上这个案子 我相信不是一个个案 为什么呢 因为一定是有相关的线索 而且长期都在台湾做这样的事 说来很讽刺 那么中共自从蔡英文政府上来了以后 不是限缩台湾的官员去访问中国吗 那结果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他们的官员 不同层级的官员 那么源源不断透过这样子 伪装的方式进到台湾来 那现在至少知道洪庆林呢 那么他安排了3611名以上的人 透过这样的管道伪造他的身份 那么过来啊 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一个人就可以交流安排3611个人 问题来了 他一个人啊 你仔细注意看 那么他跟他的家人呢 用各种各式的名义呢 那么申请了一二十个不同的协会 听起来都很 很非常的合情合理 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 你会怀疑吗 你会怀疑水资源跟这个统战有什么关系嘛 对不对你不会嘛 还有什么农业业经济发展 然后呢还有这个医药经贸发展 他就用社区发展用医疗用宗教 用各式各式的水资源 让你认为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移民署号称掌握两年了嘛 是不是真的掌握两年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真的掌握两年了 还有这一次的活动 是由地检署的检察官 你的怀疑是什么 指挥刑事局进来办啊 对不对 所以把他们收网抓起来 这个时候抓一定有他的道理 尤其是刚好在前几天 前国安局长还说 那么政府机关一天大门再说狼来了 那要不然要办几个共敌案看看 这个时候收网就是让你知道 我有掌握相关的一个情知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一个记者 一个中国时报的前记者 退休老记者 他用这么多的协会 刚刚说不是3611个人嘛 对 那么我不太相信 只为了赚那一个人一两千块 我个人不太相信 因为就算这样子 也不过区区几百万 那还有什么事情 必须要进一步去查证 还有就是 请问还有多少 红庆林们 重点在于各位你知道吗 刚刚我们也会质疑说 那为什么那么久了 还不收网 告诉各位 叠对叠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 那你国安单位有没有掌握 有掌握的话 养线OK的 国安单位过去掌握 养线到中共的国安部的副部长 偷偷用民间社团人士的名义 换一个身份 竟然进到台湾来 我们全部掌握 全重跟监 然后包括他的监听 包括什么 我们用集音器就可以监听了 什么叫集音器 各位 你在那边讲话 是个好友 我用一个科学仪器 我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对话 那叫集音器 那一次有掌握到中共国安部的副部长 偷偷潜伏进来台湾 竟然用民间的名义 大概跟这个洪庆林差不多 用协会申请 中案交流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批准 文化交流等等进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赞成的 不过呢 如果最怕的就是 已经进来那么久了 你不知道 最近才知道 那到底有多少个洪庆林们的协会 然后源源不断进来 好 移民署 如果不关 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不是 如果你两年前就知道 应该是移民署 主动报警检栏官 指挥政办 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 那现在发生了 发现这样的现象 他们源源不断进来 我们怎么办 那以后面对这样的 中共的相关的协会 对不对 用民间的方式来申请 你该怎么办 你要如何的加紧 要把那个限缩相关的尺度的 这个审查 不好意思 已经抓到这个人 里面不知道有整个向心 向心现在还是民间人士 对不对 他也是民间人士 他也不是相关的 这个目前为止 你还卡不到他供底 但问题是用商人 用一般协会 我用医疗美容协会的 这个副理事长 副执行长 那我就没有共感 你就不知道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药员 你就不知道 我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 担任什么情报的特务的头子 因为的确向心夫妇 前阵子被查出 是每个月都来台湾 没有错 帮我太太去做医美 那你的名义到底是什么 医美是观光吗 是这么单纯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大家怀疑王立强 可能是这个所谓的 空心大脑关的诈欺骗子 如果根据中共的这个道理 向心夫妇又被我们 在这个地方留置 限制出境了以后 突然间在网路世界上 起初发生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便洞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就不见了 没办法进行 怎么那么巧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那么巧啊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一次还有包括 一些旅行社的配合 所以这个洞一定要补齐 为什么呢 因为表示有旅行社 跟不效的相关的 申请这个协会的人士 那么进行一个相关的 一个搭配 我的天啊 那你把我们国家的国安 当做什么回事啊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命令强制解散 就强制解散 你该必须把它移送法办 包括负责人跟经办人呢 那么要查清楚 到底有什么样的 千丝万里的关系啊 那当然其中有包括 这个所谓的那个华夏大帝 也就是白郎张安乐的儿子张伟了 那张伟呢 我们也不是 因为这次的昨天的侦办行动中 没有他 你知道吗 但是里面找出来的 二十几家的这个旅行社 配合二十八家旅行社里面 有这个名字啊 那所以他们到底扮演了 什么角色 因为他们确实申请了 刚刚相关的这个中国人士来 那申请中国人士来不是问题 因为你本来 甲总旅行社就可以申请 来了以后合不合准这样子而已啊 而是来了以后他做了什么事 有没有托团 有没有去跟这个不应该来的 本来是存旅游存交流的 存交流的 他从事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啊 不过统促党最近 因为统促党他本来 张安乐呢本来就是要统一啦 所以呢他做什么动作呢 那么不足为奇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 8月14号的时候呢 张安乐那么才刚刚因为 被相关的地检署起诉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违反银行法啦 违反他的政治现金法啦 来源这个资金等等啊 你有没有这个收受相关的 政治现金的问题了 还有刚刚说的这个旅行社呢 相关的有没有掏空案啊 有没有相关的 你们通过地下会对 来自于1000多万港币 他的资金来源是怎么样 刚好被起诉 然后除此之外呢 9月29号我人在现场 是什么呢 我们声援香港反送中的游行 就在这个立法院的旁边嘛 结果不是统促党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福姓男子 不是去把核运师破漆吗 有没有 也是统促党的人士 后来呢 那么本来说是偶发 白狼说跟我们没关系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福姓男子 他们是一群有预谋的 早就计划好的一个行为了 那除此之外 10月1号也不要忘记 10月1号这个更应该要谴责 为什么呢 统促党本来申请要在台北火车站 办庆祝国庆 那天是谁的国庆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嘛 然后呢 他要庆祝光辉10月庆祝国庆 结果台北市警察局呢 不准 申请不准 没想到他们照搭 照搭舞台 然后照样执行他们的 五龙五师照样执行他们的庆祝活动 理由是申请庙会 庙会说不用 结果搞了半天 等到都 警察去了也举牌了 干什么了 结果讽刺的是 如果你合法申请的话 我看了一下 合法申请的话 你还要给4万 4万块钱吧 4万块钱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申请的保证金 结果他们呢 这样子最后竟然 只被依违法搭 搭一个舞台只花2400 对统促党来讲 这是一个一大利多 但是我只花2400啊 你知道吗 这些种种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更何况统促党自己也承认 他来台湾 那么经过他们自己本身 统促党的努力 有30家的公庙 对不对 跟他们走得很近嘛 那么从这些种种 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 从来不会放弃 他表面上讲 他限缩自由行来到台湾 事实上他跟你断绝所有的官方 你立委会也好 海基会也好 也读不回 但是他的官员 源源不断 用各式各样 不好意思 以前中国共产党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叫地下党 现在所做的就是地下党的手法 用地下党手法 隐蔽自己的身份 然后伪装进到台湾来 那你也更不要忘记一件事 那么有的时候 用飞弹打你 还不能用银弹砸你 罗文山还记得吧 罗文山谁 前陆军中将 然后他自己本身是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相关的会长 那是写之前 你不要忘记他收了中国政协委员许志明 那么快要进千万的相关的政治现金 要干嘛 要协助马英九 现在应该要去查一下 有没有罗文山或是用什么名义 因为我们只知道其中一百万被他存入自己的定存嘛 所以业务卿在后来他被判了 违反政治现金 还跟业务卿判两年半 马英九 我们在质疑他这件事情的时候 马英九说 因为他跟罗文山还有这个中国政协许志明啊 在总统府拍照 马英九说他都跟习近平见过面了 那那算什么了 当然不一样 习近平跟你见面的地方 是在新加坡的嘛 那么罗文山跟许志明跟你见面拍照的地方 是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府内 你完全不知道 你的国安团队完全不知道 然后许志明给了快进千万 透过罗文山说给你政治现金 你我不知道 那是他们说的 完全不知道 那现在到底知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来 有的话那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呢 也就告诉我们共谍 那么就像匪谍 无所不在 那么无孔不入 我们针对这件事情 表面上是洪庆林 为了赚小钱的一件事 事实上是影响我国国安的一件 超级大事 所以这是一个单纯的漏洞吗 还是渗透 有ING都持续在进行呢 来 汪洁明 好 我就提个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基金网 在今年的十月四号的时候 提出一个案件 他们已经发言到说 这些看到高雄市的学校 一二三四 蛤蛤蛤蛤蛤 有实际的学校 已经都变成统战的交流 原因 所以他们的学校都得到通知 可以到对岸来往来 而且过程当中 已经发现到其实是官员 在这些学校里面已经啪啪照 那问题是这些官员怎么啪啪照呢 在今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就提出这个看法 你以为这有这个案例吗 其实不是 事实上在今年 这个三月五号的时候 臨场所就已经说了 移民署你要注意到 现在这个没有核准的比例 是他们透过这种专业交流 没有核准的是6.8 现在已经降到6% 甚至降到5.5% 表示他们用这种专业的这种伎量 是越来越好 可以躲过你的这个移民署的 这个侦查 他当时就咨询要求 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长 要留意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林昌署直接说了 因为他们来 当然是写的是音乐 写的是文化 写的是宗教交流 结果是怎么样呢 宗教可能被渗透了 文化可能被渗透了 甚至音乐 其实不是走音乐 走的可能是去其他的政治活动 那这是今年3月5号 那我们再讲 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 就是上一次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台大事件 台下事件拍完之后 大家都注意到统治团 其实媒体抓到这个人 这个人呢 竟然是上海的国台办官员 他叫林文辉 林文辉是透过 林文辉 上海台办主任 没错 他是透过民间团体 就直接来台交流 结果他出现这个地方 而且当时呢 就是他在旁边观察 这些事件告诉我 也是民间团体 我只是讲的其中之一 比较大的事件 在网路上Google得到 那没有见到事情有多多呢 我们再仔细往下看 这事情坦白讲 确实是蛮夸张的 因为刚才我们委员 已经有露出 这样的一个资料 但我等我来 再谈这个详细的内容 我先提 因为刚才有谈到就是 何韵师的故事 我讲这个其实是案外案 何韵师为什么被发现到 原来是有台商 跑到这个 你说何韵师被发现 当时波西的事件 后来发现 这个是统数长的声验 统数长怎么知道 他出现呢 原来是有台商 先找征信社 拿了一笔 现金就给征信社说 你去想骂 把他手机拿到 这个征信社呢 就渗透到 何韵师旁边的这个司机 有时候何韵师要办活动嘛 手机就会交给这个 司机来帮忙 就接电话嘛 然后这里面制造的AB机 那也就是说 何韵师拿着A机 那这个 征信社拿到B机 也就是说呢 何韵师即便手机关机 周围的声音都可以得到 他去哪个地方 社会都可以收入 所以他行踪 大概被抓到了 甚至他回到香港 行踪都被 都可以抓到 你可以想看 而且据了解呢 这件事情上 那个征信社非常紧张嘛 所以他才把这个讯息 爆出来嘛 那征信社就问那个 那问那个台商 说你这样子害我于不义啊 你知道那征信社怎么说吗 我背后很强 我背后是某某的台商的这个 这个就是台商会的会长 以后这个案子很多 你要多少给多少 诶 这个森头床 这些不得性 我们谈这个事情 其实他背后最重要的意思 叫点对点 谁叫点对点呢 就是呢 对岸呢 会有一些人呢 他会是所谓的 这个专业人士出现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会有工会跟协会呢 就以这个专业人士 特定的活动呢 把他申请进来 那他报告事情 说我们现在自由行结束了 没有 你可以用医美可以进来 你可以用境外 香港进来 或者是从英国进来 你拿上次不是 拿绿卡进来的吗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 这条路还没有关 这条路还是可以行的 还是可以透过所谓这些协会 用这个方式再进来 现在这个还是通的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 严不严重 我们刚才已经发生 这么多事情了 好 我们继续再解读下去 事实上 我们就拿一个最近的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 前阵子被揭露出来 因为呢是这个案例 怎么背出来 就很特别 因为这个组织很奇怪 就是这个齐鲁峰两岸齐 是由济南市人民政府 台湾事务办手 他发了一个公函 这公函呢 被这个媒体抓到了 然后他讲的是中小学 我们就赫然发现到 真的有这个方式 也是有对口 他们可能是学校 他对口就知道 中华企划人协会 就把这些人找进来 然后跟学校交流 那或者是呢 台办呢 韩文邀请 台湾多少高中参与呢 这个台办韩文呢 是什么韩文 当然一定是透过这个中间的机构 还有包括什么苏台基础教育协会论坛 就请他们进来 这些东西就是个对口机构 这实际案例也被逮到了 所以整体而言 过去这两年所发生的事情 可能不是这过去两年 已经断长时间了 所以这次的收网 结果你知道媒体怎么解释 我们就看一份报纸的媒体解释 他就说 这已经叫上纲到国安 两岸会更僵 竟然用这种字眼来看 这么严肃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谈一下 其实自由时报讲的事情是 白狼之子这个已经涉入 所以我们都讨论的事情是 这有没有国安问题 但有些媒体是说 你上安到国安 会不会是太僵了呢 我现在还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一回事 我比较担心是媒体渗透 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之前 就是国台办就说 我们哪有媒体渗透 我们什么都没有 结果一发现到 包括村里长 我们这是他们自己讲 国台办今天报纸说 我们没有渗透到台湾 结果媒体抓出来 他不但有统战部 还有国台办 而且透过的方式 军事这个有印象 无私化有印象 宗教交流 这是这个统战所说的 三十几个宗教交流 其中最有名的是 中华妈祖 还有包括教育参访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你看这么多 都跟教育参访 教育夹娃娃 就是要把我们的学生夹过去 就著名夹娃娃 那这是我们说 现在最严重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刚刚提了很多 这个案例 还有包括文化观光 以及政治的村里长 那一堆村里长去玩 早就在渗透了 里头尤老师还牵涉到统促党 那统促党呢 依照现在政党法的最新规定 政党团体呢 应该在今年的12月7号前修正章程呢 转换为政党 如果在12月7号之前 你根本没有转为政党 将废纸去立法 早在4号的时候 内政部已经提醒了 目前仍然有246个政党 46个政治团体 根本没有完成登记 而且强调 7号期限过后呢 将召开政党审议会 来决议最后补证的期限 有网友发现呢 这里头有新党 还有呢 中华统一促进党 到现在没有完成法人登记 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统促党 还介入这个所暗度陈昌 中国公务人员 而且他们安排来到台湾 非常有趣耶 安排的都是跟竹联邦 跟统促党有关耶 那杨老师怎么看 对的 所以为什么反渗透法 变成了非常急迫 需要立法的一个专业的法律 是因为这个问题是 很明显的 法律上的一个漏洞 也就是像刚才大家 所有就谈的 洪七零 你知道为什么二十五万交保 因为没有罪名控告他 最后只有一个罪名 就是伪造文书 也就是他伪造了证件 他只能用伪造文书 不来控告他 可是他却进行两岸统战 进行了那么久的时间 没有任何 没有反渗透法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也没有办法用国安法办他 也没有办法用内乱万换 总而言之 必须睁着眼睛 看着他交保 他虽然就这样子 方便他离开去 所以了 各位要晓得 现在有些媒体的标题 这样写的 说假交流真观光 如果真的是 观光 假交流真观光的话 那也罢了 他就赚钱嘛 他每一个赚两千 赚五千也好 不管他赚多少 无所谓嘛 他就只是赚钱呢 他赚了一千万 就让他去 然后他就是违反 就是伪造文书 这没有关系的 可是 是不是真观光的 不是 是真统战 是真渗透 这个才是要处理的问题啊 他是假交流 绝对不止他 这一个人头协会啊 我所知道许许多多 甚至于学术界 大学教授 退下来 都可以成立协会 没有退下来 成立协会 学术协会 不方便 非常多 成千上百的协会 在成立 用协会的名义 办座谈 办会议 那跟谁申请费用 这个费用 这个你完全不必担心 中国在支援座谈会 在议会上 他们完完全全自费 跟我们倒过来去 完全不一样的 他邀请我们台湾的人去 落地就全部招待 就是你负责基金 他来这个地方 不但来 他照样自己全程付费以外 他还资助会议的一部分的经费 完全是可能的 他来我们这边 可能还请我们学者吃饭 对啊 这是完全多次 全部都是他们负担 来台湾呢 不仅机票他自己出 然后呢住宿他自己出呢 连吃饭邀请专家学者呢 还是他出 所以你会发觉 其实有一些 比较倾向中国的媒体 他那个标题写 哎呀对于洪庆云这种案子 是属于民间交流的弊案 不要上纲到国安 那才怪他就是透露出冰山一角的国安问题 这个国安问题是什么 中国要渗透到台湾来 他没有办法明目张胆嘛 他除了邀请人过去之外 他需要做工作 他必须要人不断来来到台湾 不断的来联络 不断的交付任务嘛 这是一个必要的作为嘛 他人怎么来呢 有很多不透过这种 我称之为地下管道 地下的旅行社 因为他根本不能办 本来不能办两岸旅游观光的 地下旅行社 地下协会 然后跟中国的统战机构 连成一条线 它是一个长期的统战网 在中国的统战部门 其实我自己了解 因为我自己 曾经参与过几个会议也好 交座谈会也好 学术研讨会也好 他们事实上办办 举办我有时候也很奇怪 总共真正的讨论会 就是一个下午 或者一整天上午下午 可他申请的时候 申请四天五天六天 剩下了三四天 那是干嘛 我们完全没有安排行程 他自行安排行程 他可以到嘉义的乡下 他可以在台北跟某些人碰面 他可以在圆山饭店邀请人来 自己再成一个小会 他这种统战的规模 你完全掌握不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条河 畅通的流到台湾来啊 那条河就是我刚刚讲的 台湾的协会各种社团 绝对不只是政党 比如说像新党统筑党 光明正大的 明目张胆的邀请人到这里来 可是因为他们邀请 通常太敏感会被钉烧 所以他们来的人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倒是这些协会的人 中国的统战部门的 不管地方中央统战部门的 就利用各种学术单位 包括这刚才所念的水资源 两岸水资源研究会了 什么什么什么宗教了 什么什么环保了 中国文化了 各种民意交流到台湾做座谈会 或者说明是开什么学术研讨会 事实上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会 或者有这个会只有半天 其他时间完全做统战的工作 这么荒唐收网的结果是这样交保 你觉得合理吗 当然嘛 不过一种程度 洪庆岭他现在是在台湾 如果你一出国境的话 会不会被引渡啊 对这点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最重要的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现在没有法来办他 我必须说 你要我去找法规来办他 如此的荒唐滲透IMG 居然没有法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一开头就讲 这个案子就证明了 这一个反渗透法的绝对必要 譬如说 办这种社团的旅行社 地下旅行社 他摊这种便宜的旅行社 他等于帮统战人进出境的 这种就给他撤照啊 你在反渗透法里面 就要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撤照啊 你刚刚讲这个 泡温泉暴毙之后才知道 引进了一个中国高官 结果后的旅行社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刚刚看到 他不是旅行社 他是个协会 协会 禁止这两年 从事呢 邀请中国学者的活动 然后罚五十万 就算了 所以这都是因为 没有反渗透法 渗透法反渗透法 专法来规范 就可以针对这些协会 针对这些旅行社 做加重的规定 比如说他这种协会的负责人 终身不得以任何协会 名义邀请吧 这很简单 你说洪清零 他今天交保完了以后 过了一年 风声小了一点了 他是不是又透过力 别的协会又招行人来了 他完全无所谓嘛 是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了 反渗透法之所以 他以必要的原因 就是针对这种 就中国利用所有各种社团 无所不用其其的 进入到台湾社会来 渗透到台湾 从基层到高层 从学术界 文化界 一路到各行各业 他都尝试去互动 发展他的组织 这个台湾能够睁眼睛 不去用法律来规范 这种违法性吗 这种违法性 他在抛我们的 国家安全的根 12月31号 12月31号 我们要正式 要这个表决 如果说在这段时间 没有办法协商完成的话 12月31号 我们要正式表决 进入二读跟三读 是